各位好,現在是上午10點56分 港股今早開始後,我們看看 焦點月份,即明年一月的恆生指數期貨小時圖 這裏是見到它並沒有 跟我們預計一樣,輕微低開 而是輕微高開 不過回市少少之後 馬上就衝上去 現在指數已經升到上去 最高位是26995 升幅較預期為大 可見12月份的好友大會 一開始就已經立定心腸 要將最後結算價推高 我們看看小時圖 當然,主要指標全面利好 現在是站在保力加通道頂部上面 已經是連續第2個交易時段 而保力加通道頂部的支持 是更上移 在上午收市 即半日收市前 甚至下午的初段 男友應該退手 就不要勉弁攻 接著我們看 國企指數期貨的 下月份合約 下月份合約 OK 國企期貨下月份合約 沒有電 先插分別電線 好 電腦沒有電 情況 差不多 不過分別就是 一開已經是搶高了 見到這裏有個列口 其他跟剛才都差不多 然後我們再看 在科技指數 期貨 明年一月 開市亦都跟國企指數一樣 一開就高開了 然後就 衝上去 指標亦都是全面利好的 我研究了 我看哪隻股票 先給大家一點點看 是有原因的 告訴大家 美團3690 先看 美團3690 先看小時圖 小時圖跟恒生指數 開出差不多 但是沒有略為高開 它是 怎麼說呢 它是 有略為高開 不過 高開的範圍 是 低於沉溢之蠟燭 開市位低於沉溢之蠟燭 跟恒生指數高 有一點點分別 也是衝上去 但是高位的阻力 是較大的 未試到保利加通道頂 指標就全面利好的 稍後我再詳細分析 短、中、長期的走勢 這個就是美團點評 現在先看看 33個行業類別 表現最好的 以資金正主動買入計 有兩個行業類別 都是 都是 超過10億港元 分別是39億多的遠景服務業 和11億多的汽車業 這兩個表現就最好 而這兩個 亦都是 頭五 一二三四五六大 五大 五大 的 股票平均變露率最高 升得最多 之一 另外一個 就是 食物及飲料業 資金正主動買入 其次 電器及 消限電子產品業 以及 一般金屬及 礦石業 主動買孤比率 頭五位 都好漂亮 好多 到六十多 六十多比三十多 大家自己看看 然後我們看 現貨主辦市場裏面 非散戶主動買孤比率 現在是六十一比三十九 是完全配合的升勢 錄德斯金正主動買入 七十七億 是 不夠昨日的 一百零一 那麼多 暫時 都有七十七億 非常之不俗 七十七億多 接著 我們看二十大 被動買賣券箱 頭五位 富途排了第二 早有這 中資 佔了三位 包括第四位的中國投資信息 和第五位的中國創營市場服務 三個中資 他們 主要都是 那兩隻 騰訊、阿里巴巴、托價、押價 頭五位 托價 分佈在五隻不同的股票身上 有一隻很少榜 上榜的 就是1945 清科創業 而押價 很明顯 有三隻 三間 包括JP Morgan 中國投資信息 和中國創營市場服務 不是中國創營市場服務 不是中國創營市場服務 是 富途政權 是押絕騰訊的 OK 接著 就輪到解釋 如何選美團 我們看492隻恒生創入指數成份股 只計大市值 市值排行首兩成 之內 美團 是第2隻 資金正主動買入最多的股票 有9億 當然不夠第1位18億 騰訊 那麼多 大比第3位 阿里巴巴為多 加上 主動買股比率 去到64 比36 那麼高 如果以成交金額 計算 也不少 有35億多 所以 我選擇了它作為今日的分析 股票 先看看 現在 在高位 開始 急升 然後慢慢升 衝上去 最高去到289.8 然後 紮幅橫行 軟一點 最低去到295.2 然後 現在 現在是285.8 它的波幅是49來 比恆生市數13來 高了接近3倍 然後 量比1.8倍 又不算特別高 資金正主動買入9億多 資金流向的百分率是26% 所以 非常明顯 即是大戶買家是非常積極的 剛才是見過的 主動買股比率 看到 資金流向方面 剛才我說了 9億多 昨天是12億 12月23日 上星期三 是12.9億 今天看看過不過了 過去五個假日 平均 非散戶 主動買股比率是52.48 今天明顯好很多 過去五個假日 資金正主動買幅是4億 現在是雙倍有多的 285.8 上面的阻力 即使阻力在288元 下面的支持不太強 285元 接著看下去 再看低一點 較為強一點 也不太強 較為強一點 就是 是不是這個 283 和282 這兩個都是較為強一點 不計今早的成交 是288元 288元 有很大的阻力 下面價很大的支持 是280元 就看到了 然後我們再看 成交分析 成交分析 累積 自動對盤成交 的 股數 的價位 如果我用500萬 港元 做分析 自動對盤 正常的自動對盤 有62宗 62宗 就 主動買股比率 叫做 特大戶 加超級大戶 特大戶 加超級大戶 昨天我說了極大戶 應該是特大戶 因為極 應該是最盡 Infinity 不應該用極的 應該是特大戶 或超級大戶 加上的 主動買股比率 是80 比20 即是數貨數得很厲害 數貨數得很厲害 而 加權平均價 是285.6元 如果我們只看超級大戶 1000萬 就有 19宗 比率是83比17 更厲害 286.2 就是加權平均價 現在 我們還未 還有一個 就是 托加 最主要是 來指 的盤 是Credit Suisse 和花旗環球 托的價 是284.8 至286.1 之間 現在是285.5 中間 還在托 富途壓價 284.5元 被人推上去 压不住 被人推上去 280 現在是286 先跳一跳 說 美子期貨 是3728.62 留意 美子期貨 期貨 是沒有再高過 昨日 紐約市場 開市後 最高位 3747.62 即是說 今早 港股 不但沒有跟隨 美子期貨指示 留為低開 反而高開後 站在高位 當然大家都明白 這跟什麼有關 跟今天是 12月份 期貨期權 到期日有關 那麽 所以 我們預計 如果這個 美子期貨 不是一人間 香港收市前 明顯上升 港股的再升空間 應該是有限的 維持這個看法 合理值 現在就是這五個 合理值應該是跌的 但港股現在是怎樣 現在是 恆指是偏高 非常偏高 2.1% 國指亦2.1% 科技指數 就直接偏高到4.5% 那麼多 紅丑也有1.3% 偏高幅度 綜合指數 包括反映為 二三線股表現的綜合指數 也有2.3% 偏高幅度 全面偏高 現在只不過是最下跌的 現在只不過是最下跌的 正面偏高幅度 這三個 正面偏高幅度 相關指數 偏高 0.37% 至0.51% 不等 即使好友 完全控制大局 淡友應該站在一邊 繞合雙手 觀望 不要心急進去反抗 尤其是今日 期權到期 明天還有12月 一份場外股票 期權到期 日股持平 內地股市就不錯了 尤其是深圳股市 都是比美子期過 明顯偏高的 這個我講完之後 再看看今早提及的 10隻銀行股又如何 10隻都偏高 表現最好有2隻 第一隻 農業銀行 第二隻 就是 柱銀行 反而強勢的 今早提及的工商銀行 建設銀行 就表現沒有那麼美 好 先關掉這個 關掉這個之後 我們就講回 我們的焦點股票 今日焦點股 今日焦點股是美團 美團 等等 開圖 圖表 先看日線圖 日線圖 上 連續 兩天 暫時錄得 陽燭 陽燭 升破了保利加通道 中途 但保利加通道的 頂部的阻力 都很近 再升空間有限 如果你來到這個位置 追的話 你搏去穿上 頂部 都是看多少 我講短線投機 日線圖 穿上頂部 起碼 應該的關鍵位 暫時在這個高位 290.8 如果你說這樣 衝上去 我要放指示位 在哪 我建議大家 看看 小時圖 拆細一點 看清楚一點 小時圖 衝上去 應該放在這 前升浪 頂部 即是278 夠不夠 自己計算 肉眼看上去 一半 一半 尼他指標 SAR 尼淡 尼他 MACD 尼淡 暫時短線 都是 三好 三好兩淡 只是偏好 短線撥不撥 小心研究 不要亂來 接著我們看 中線 中線看周線圖 仍然是一個向淡的走勢 仍然是向淡走勢 不過這樣 似乎 有些即場想突破下降 風到頂 不是 突破了 暫時說 暫時來說 已經突破了 收視位是確認 拉下來 按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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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得不好 再畫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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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得不好 暂时升穿了 反弹多少呢? 很容易计算 由高位跌到最低的位 反弹0.320,0.5,0.618 再跌多少一跌就不用计算 跌就是我刚才给了位置 刚才我说的小时图 计算前升浪的位置 如果搜不到位置 反复试图的低位 即是200 258.2 希望它能反弹 大家拿了货 图表完整 1,2 仍未升穿 3 只有保力加通道 中轴还能守住 掩守 即是 短暂失守 叫做 变回支持位 不是 阻力位 变回支持位 跌了一点就是阻力 上回支持 上位就是支持 四淡一号 即是还是向淡 既然向淡 我们计算一下 刚才说了 美团点评 刚才看到338.2跌下来 338.2跌下来 接下来 最低跌下来 270 接下来 267.2跌下来 刚刚这个星期 258.2跌下来 258.2 258.2跌下来 298.2跌下来 288.2跌年 289.8跌下来 289.8跌下来 大家都熟 我没有玩 不错 Que looking at 338.2.5接下来 其反弹 0.3跌下来 0.2跌下来 0.5跌下来 目标是 288.76跌下来 这克 Matthew 特上是 298.2 307.64 大家逐一看 看完这个之后 我们再看月线图 月线图是如何? 月线图现在保利加通道顶 得而伏失 经过了1234567个月 站稳保利加通道顶上 月线图在第8月中跌回来 这是预期之内 不是说站稳这么久就迟早跌 我不是这么说 大家看看电子书有详细讲我的秘技 如何判断 站稳多久会跌回来 如何判断跌穿了保利加通道底 就会升回来 做一个反弹 甚至是转跌为升 这段就转升为跌 大家小心 指标一个好 这里是 淡的 这个是 都是淡的 两个好 SAR在哪? SAR在这里 三好 1,2,3好两口 即是美团的长期形势 属于偏好的 我说完了 又是来到 最后的时间 就是看 今天希望做到 我昨天撿回正少点东西 现在 不是原来 原来不是有什么股票 有什么特别 而是 我开了 我开了 开了 program 去咬住了 memory 就是 这些 program 可以 双重开 这些 program 就开了 这一个 接着呢 开了这个 就把所有股价 锁在 11点 16分 然后呢 就开 这个 应该可以了吧 今次 不会出现 相同的问题 是吧 没问题 中线 6只 现在最值得持有的股票 我这样就这样说清楚点 OK 华润燃气 龙虎山泉 普拉达 斯摩尔国际 华润啤酒 和中国仪器 中国燃气 暂时 就是这6只 接着呢 留意 那只京东电康 我跟你说过 真的不要那么信 因为新上市的资料 不需要 计算出来的结果 可靠性不高 现在跌到第 第7位了 长线 就是这8只 斯摩尔国际 药明生物 华润啤酒 小米集团 普拉达 中国燃气 是京东健康 和安踏体育 顺便说说 在 明天 半日收市之后 我将会在我的 Facebook 群组 clubclub.benilang.com 里面 公布 2021年 最值得持有的 深水股 给大家的 我会给10只 其实 我不给大家知道 如果你是Patreon 就是到市 明天收市之后 我会假设 1月2号 开市的时候 不是1月2号 1月4号 我先看清楚 忘记了 应该是1月4号 1月4号 开市的时候 价位 和昨天收市相同 计算出来 我会给 10只 到时 这一个表 投了10只 为什么 因为 长市 半个月 两年持货 我逐年年投给10只 这10只 最好 当然 我给那些人 想着持有10只 一直持有年底 当然 这不是我们正确的应试方式 但是 为了照顾一些 我可以这么说 对投资没那么认真的 读者朋友 那我就 就这样给10只 去参考 OK 今天的分析到这里为止 明天早上见